宣導人員一走到涼亭 就看到阿伯口罩全戴在下巴 要他趕快先戴起來 阿伯卻說 小小的涼亭擠滿了人 數一數將近20個 桌子上有平板播放音樂 外帶的三盒擺滿桌 還有啤酒陪襯 根本就是阿伯版的戶外野餐 公園裡的阿伯們人數真的不小 這桌喝酒吃菜 另外一邊淡定下象棋 口罩又在下巴上 旁邊還有人吃起西瓜 宣導在宣導的社交距離 沉了耳邊風 口罩喔 沒有 你聽話就好 在勸導不聽的話 我們會開滑3000到15000塊 經理勸不聽的話 人比較多的地方 我們會進行 會風起來 風起來 你不可以嗎 你在開玩笑 已經傳出有北部民眾到嘉義市確診 目前正在調查足跡 防堵疫情擴散 當然不能開玩笑 長輩們要是旅圈不聽 無法避免可怕群聚 恐怕只能夠封閉涼亭 記得侯國文靈智慧 下一報導 日本的早晨 早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